那我现在继续把上一次还没讲完的就是 怎么样欣赏鼓励 然后这个尊敬你的孩子 那一个领袖永远不停地发掘才能 使用才能 你想想看假如一个公司做领导的 他如果不知道他下面人的才能 他怎么能够把他的group建立起来 不可能对不对 所以一个领袖永远不停地发掘才能 而且要使用才能 所以如果我们孩子里面一大堆宝贝 我们看不到没有用到 然后经久以后生锈是很可惜的 神给我们最重要的就是 每一个人里面都有无穷的宝藏 所以父母亲永远要用一个平安喜乐 有盼望的心情做一个寻宝的父母 所以我们也是要用一个平安喜乐盼望的心情 像寻宝一样的 去寻找孩子的特点优点跟才能 享受寻宝过程的每一刻 所以你在这样的过程中你会很excit 非常兴奋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现一个 九克拉十克拉的传续 不要用一个很悲观的心情觉得说 孩子是你整天的负担 要用一个很喜乐的心情 很欣赏 很感激的心情去寻找孩子们的这个特点 因为这些特点都不是你给 这些特点都是神给 就是要让父母很有耐心的去寻找 然后你要读有关的书籍 增加宝藏的知识 好 我们常常知识不够充足 所以我们不知道看到了一个钻石 不知道这是钻石 看到一块金子不知道是金子 看到一块红宝玉不知道这是红宝玉 就丢掉了非常可惜 所以做父母要增加自己的知识 知道什么样的宝藏藏在孩子的里面 然后要永远积极乐观正面的鼓励和褒奖 从不批评指责 轻看有的时候还会轻看蔑视 孩子不能取悦你的行为 这完全是不对的 那孩子有孩子成长的过程 孩子有孩子成长的时间 这不是我们能控制 我们能控制的是 绝对不浪费任何一个保障 绝对不浪费任何一个优点 绝对不浪费它任何一个特点 那能够不浪费的唯一方法就是我们自己 有一个积极乐观的行进 看到孩子就看到一个钻石 看到一个宝藏 然后看到一个将来能够成长结束的 结果就是大数 所以永远积极乐观正面的鼓励与褒奖 一批评一指责一轻看一面试 你就开始把孩子的一个前途就压下去 再压下去 再压下去 所以父母常常会以自己的角度 去批评孩子 轻看孩子 可是孩子是从小时候都不懂 要慢慢的成长 他们唯一的能够学习 能够得到鼓励的就是父母亲 所以父母亲要永远 我说永远这两个字是永远的意思 积极乐观正面的鼓励与褒奖 重步的意思就是重步 从来不 never one is forever the other means never 就两个极端的百分之百 不要有一点打折口 永远就是百分之百要做 never就是百分之百就不做 那上次Elaine老师也讲过 孩子在鼓励夸奖中建立信心 自争与动力 还在批评举折与惩罚中 失去信心动力以希望 所以孩子是充满了生命的孩子 充满了活力的孩子 那神在他身上有很多的保障 我们要去发掘 谢谢大家